哈喽大家好,我是外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讲述地球被神秘病毒入侵 会是人类失去感情的电影《恐怖败法》 电影一开始一艘宇宙飞船再回到地球的时候 突然在空中爆炸了 飞船的残骸落得到处都是 政府立刻安排人回收这些残骸 因为担心残骸带有什么恐怖病毒 但确实是这样 在经过一帮专业人士的检查后 在残骸的表面发现了一些未知细胞 但还无法判定是否就是病毒 其中一名检查人员在结果别人递给自己的飞机残骸时 不小心被残骸刺伤 但他并没有重视 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这名检查人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脸上沾满了薄膜 样子十分的恐怖 画面一转 金发女正送自己的儿子上学 金发女是一名心理医生 和丈夫离婚后独自一人带着儿子生活 来到办公室后 自己的患者早已在等她了 这名老夫人是她的老患者了 老夫人给金发女说 自己的丈夫变了 整个人的性格都发生了改变 并且亲手掐死了自己的狗 金发女给老夫人开了点药 就打发走了老夫人 因为今天是复活节 儿子和自己的小伙伴们会四处去要糖果 当儿子回来后 儿子的手中居然有一张薄膜 并且还在动 看着都是那么的恶心 金发女把薄膜带给了自己的男友老帅哥 在老帅哥观察后 发现这是一种细胞 但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 另一边 政府正在进行关于飞船残骸病毒的会议 发言人表示已经制造出了疫苗 只要注射了疫苗就不会被感染 但仔细一看 这名发言人就是那名脸上沾满薄膜的检查人员 并且一旁的服务生 把嘴里吐出的不明烟气装在了杯子里 看着都是那么的恶心 金发女再送儿子到前夫那里去的路上 意外的遇到了一场交通事故 一名女人被车撞了 金发女急忙跑下车想帮忙 不过却看到肇事司机坐在车内 表现十分冷漠 同时前来处理这个事故的警察 也并没有把这个当成一回事 这让金发女相当疑惑 晚上回到家中 更是遇到了进行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 你说你大半夜到进行人口普查 没问题才管 果然原本这名工作人员想强行进屋 却被金发女挡在了外面 只能就此离开 第二天在金发女上班途中 发现所有的路人都十分的奇怪 同样都是面无表情 金发女急匆匆的来到公司 回想起之前的种种事情 然后在网上进行搜索 居然发现有很多人都遇到了这种情况 这是老帅哥打来电话 说之前送去的伯母有结果了 经过老帅哥同时的解释 这是一种病毒细胞 这种细胞会侵入到人体大脑 然后迅速繁殖 从而改变人的思维 老帅哥也接到了自己朋友打来的电话 让他去看看 在老帅哥众人到达朋友家后 看到了一名正在床上睡觉的男子 这名男子的脸上同样沾满了薄膜 金发女立刻去前夫家 准备接回自己的儿子 原来前夫就是那名被感染的检查人员 前夫伙同众人把金发女抓住 喷了金发女一脸的未知业迹 这也是病毒的传播方式 金发女跑了出来 学着被感染者那样面无表现的行者 在躲过了众多感染者后 成功的回到了老帅哥这里 老帅哥的同时也告诉了大家 感染这种病毒后 一旦睡觉 这种病毒就会彻底爆发 侵占你的大脑 所以被感染后不睡觉 这种病毒就不会爆发 众人离开了老帅哥朋友家 到金发女的办公室去寻找线索 因为金发女回想起 那名老夫人的丈夫应该就是感染者 而老夫人却没有事 在查询老夫人的病例后发现 老夫人得过一种脑炎的病 而金发女的儿子也得过这种病 所以他们都没有被感染 在得知儿子的下落后 金发女坐着列车去找儿子 但金发女已经很久都没有睡觉了 差点就在火车上睡着了 在列车上 金发女遇到了自己儿子的朋友 下车后通过垃圾桶里的薄膜 骗过了前夫 在家里找到了儿子 两人逃了出来 却也惊动了前夫 前夫带着人又追了出来 不过金发女还是成功逃脱 躲在了一个超市里 等待老帅哥来接音 在等待中 金发女因为实在太困睡着了 不过还好儿子给金发女心脏埋了一阵 金发女成功醒了过来 而老帅哥也赶来了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老帅哥也被感染了 金发女差一点就被老帅哥说服了 但在提到自己的儿子 将会如何处理的时候 老帅哥说 他们不容许异类的存在 这也使得金发女 只能带着儿子再次驾车逃亡 金发女在躲过众多感染者的追击后 成功的坐上了老帅哥 从事前来营救的直升机 疫苗做了出来 病毒得到了控制 虽然世界个体的冲突再次爆发 但就如老帅哥所说的 我们如果连最基本的情感都没有的话 那还算是什么人类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是歪哥 每天晚上9点准时更新 记得关注我哦